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 ETH 財智 Talk 今天請來很資深的投資者 林欣榮 Eddie 你好 Eddie 你好 很久沒見你 都不是很久的 報紙經常見到 你接受訪問 我們今天叫Eddie來 雖然你什麼都吃的 或者幫我擦街頭 但我這次講專攻樓市 因為我想很多朋友都會見到最近的氣氛很好 新盤一出 不知道為什麼 砰一聲沽清 只說認夠很多倍 好像有一個很熱的情緒回來 大部分人都問 原來樓價今年頭兩個月都彈了差不多半成 是一個小陽春 大陽春 大牛市 還是是死貓彈呢 其實我自己會比較仔細看 因為我都比較接觸近市場 在這段時間裏 十月 十一月 我都試過在市場 看看你有沒有一些便宜盤 有時報紙見到 什麼劈價盤 蝕樣那些 看看有沒有機會撿到 留給孩子的名字 但是又不是很找到 但是當時的氣氛 真是挺悲觀的 你見到 買家其實就不是那麼多 而買家相對就願意 譬如你說還3至5%左右 但是還一成就比較少了 你說那個氣氛差 但價也都說幾個% 但是如果到了現在2月3月 其實兩方面我都會看過的 真是完全不同了 那時候可能是一個盤 買出去的時候 可能沒有什麼人看 現在可能你一放出去的話 有時3、4、5個人去欠一個盤 現在的便宜盤真的沒有什麼了 在市場上高 氣氛明顯是轉變了 但是你覺得其實最決定性的因素 是不是都是真的中港通關 因為之前我們說的 還有一個憧憬 已經有很多是分溫了 但是現在我們都有起碼一個多兩個月的數據 開始可以給大家看 那究竟是不是 consistent 又在數字上找不找到一些蛛絲麻疹 其實都找到的 我想兩方面 你說如果純粹看回一些出入境的人數 我自己真的我每天每天去 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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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通關的恢復情況是怎樣 如果你看看第一個圖的話 在去年的時候 你看到差不多是沒有什麼出入幾人數的 一去到一月的時候 當然還未完全百分之一百通了一半 差不多已經去到二百多萬了 如果你說去到2023年月的話 基本上 比起一月的時候 都差不多是雙倍了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就是每一天的數據 好 再猜些 你說在一月頭的時候 大約是十萬左右 去到初一 初七的時間 升回大約二十萬 當然最重要的日子就是 最重要的日子就是 二月六號 就是什麼都放鬆了 又不用核酸 蘿花口 重開 就已經回到三十至五十萬個的情況 你說再看下一張 如果你看回現在這個情況 究竟是恢復了多少的話 大約的數字 是在譬如真的沒有疫情之前 那時候是2019年 差不多是一半左右 各個關口不同的 譬如你看到 基本上整個車沒有什麼車 沒有人的 現在呢 現在差不多是全膚了 不是星期六 星期有 是平日 他說一班 五至十分鐘 一班是百多人 全部都坐滿了 一班一班去 你看到兩地的交流 其實大致上 五五六六左右 五成至六成左右 有些譬如你說澳門主海那邊 可能多一些八成左右 那麽恢復的情況 我預計到年中至年尾都可以玩 其實差不多應該恢復了 去到之前的了 那麽問題就是第二個 人流就足了 亦都看到數字上反映了 我有些朋友都做地產代理 他們之前都說 哇好了 完全可以中港通關 那些內地的客人 應該會過來香港掃貨 但是過了一個多月 他們說 問的都有的 但是有沒有想像中 那麽樂觀和那麽好 那麽究竟我們之前所憧憬的 一個先頭部隊 內地資金來香港買樓 這件事有沒有實現到 那麽大家搞清楚 那麽內地資金是說 其實自從有了辣椒稅 基本上沒有內地人來香港買樓 因為要打重稅 差不多是三成的 就是等於我買一個 一千萬的物業 哇給三百萬稅 你博同樓 難道投資你博同它升三成嗎 我都不敢 股票都未必可以 那麽所以呢 你說真的 國內人來香港買樓的話 小資又少 一百間 可能一間 兩間 很多那些是新香港人 即是 他本身是持住了香港身份證 住滿了七年 他是不用給了 當然 你說通關了的話 即是 是不是真的很多國內人 來香港買樓 當然不是 因為那些有身份證的人 其實他之前疫情 他都可以下來了 最主要是信心的問題 其實你說氣氛 之前大家都會怕 又未通關 經濟又不好 我自己十月都害怕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當時看樓價跌 對 樓價跌 都會越來越衰 但突然間 習主席很神奇地 十一月 什麼都鬆了 我那天都猜到 起碼三月兩會之後 才放少少 放半年 那你九月十月才放了 現在十二月其實已經放了 因為心態上高有 我自己的心態都 整個氣氛是改變了的 包括很多新香港人 就算是本身香港人想買樓 之前就可能先看好些 現在不理會了 因為他們會來 所以我們會早點買 大家怕越搶越貴的話 所以心態上高 迫一些價錢 一直上去 因為我記得你去年年底 你還說 今年全年的樓價 大概跌5至10% 但今年到年初 變成升5至10% 是否都是一個保守股算 其實我想差不多 一成期了 去年跌了15% 回到一半 大約7.5% 就5至10%左右 當然最主要的就是 好像 例如看圖 我們看到 有幾多新香港人 我猜 他們的心情 和我的心情一樣 我有少許轉態 在去年 如果你十月的時候 問我 我覺得 什麼都不要搞 整年 我出去找盤 我都說 你劈10% 我就去看看 當然 沒有了 這個事業軟維 但是現在的話 真的很不同 大家從好悲觀 變成好樂觀 包括我自己最長 這裏 一百六十幾萬 這些新香港人 亦都是這樣想 當然部分香港人都是 變成現在很多這樣的人 因為 隔了三年 三年 其實每年存在7至8萬 多了無端 20萬人 得到身份證 是 有些可能來讀書 各方面 而在這163萬 裡面 現在慢慢加一加 有120萬個人 他是有三個星 他還夠18歲 其實有90萬人 這90萬人 全部買樓 是不需要給辣椒稅的 他給回正常的 正常的 已經可以了 你說九十幾萬人 就算 一成半成去買樓 多少都不夠 所以這班人 只要他有幾個百分 有興趣賣樓 就是現在這一批 將整個氣氛推上去 你見到佔總數 或者大多數 你之前都教我們看 就是那些單程證 究竟他們來香港的趨勢 其實有沒有 可以回到之前的情況 我見逐年都有些慢慢升 但去不到那時候的高峰位 其實 如果我們看國內的人 要分幾班人 剛才說 百多萬人好像很多 有些就少了 主要是單程證 單程證 老實說 這班人 相對他們的資產 入息 都是比較低的 因為很多時候 老實說 可能是 之前五六十歲的 成年男士 他跟比較年輕的女小人 結婚 然後生了小朋友 很多那些是因為家庭團聚 當然 這些人的財富 都不是很多 這班人 看到稅據越來越少 這班人 正常是一百五十乘三百六十五 你看到最多的時候 是一六一七 都差不多去到一個坡 但是一八一九 開始明顯的少了 由五萬多 跌了到四萬多 去到二零二零 二一的話 動一聲 差不多沒有了一大半 但這班人不擔心 因為他們其實 都未必來香港賣樓 可能都是住公屋 租樓 要有錢的話 就想一下政府吸引專才計劃 那些 延伸了二百多萬 那些 是不是有 這堆就精彩很多 你說如果在國內 這班人大約有三十萬 我估計絕大部份 都有零能買樓 主要分成四批的人 第一批 有些人叫專才 是一個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它通常都是一些 譬如是中層的管理 我自己依然在公司 幫一些國內同事申請 有搞過 有搞過 我自己的經驗的話 都在五六年前 你沒有三萬至四萬元的工資 是不會批的 這批人是 那是挺有的 我試過審議 兩萬多元一些 譬如是中低級的 譬如是 Demigretion 你退了 因為他們說 你只有兩萬元的工資 你在香港做樓都不夠 你怎樣生存 所以要三四萬元 是幾年前 五六年前 我以前的公司也 應該是 所以 這裡大約有十六萬八千人左右 這班人 其實 如果你想想 他大約賺到四萬元的工資 香港 大家知道 平均的入息中位數 只有兩萬 所以這班人 四萬多元 其實你說要買樓 輕而易舉 我們再看一幅圖 譬如今年2023年 大約一五、一六年前 之前那些 其實已經住在九位七年 那裡已經有十萬元 第二批 我二批重點 要有優財 優秀人財計劃 這批的話 很多都是 應該有三四成左右 拿PHD 博士級 博士 六萬 八萬 或者可能奧運金牌 那些 人工就不用想 一定高不折 這班不用想 一定夠錢買樓 第三班就是 非本地畢業新樓 廣難 這些是來租樓 會不會 當然不是 你少看他們 當然 他自己很年輕 剛剛畢業 可能都是夜二、夜三歲 但是他父母有錢 所以很多樓盤 我都認識很多發展商 都會看到一些 可能夜二、三歲 但是 一千萬 欠心 整個給 因為他沒有入息證明 可能賣人工 但是那些父母 其實幾年前已經有能力 可以送到孩子 給一些好少少的中學 成績也好 然後來到香港大學 去讀書 到幾年之後 通常那些父母的 牙身卡 都會比較豐厚少少的 那裏大約有十幾萬人 你說 在中間裏 其中拿牙 譬如有兩至三成 父母去幫他們賣樓的話 其實都不大事 亦都是主要的 我們的 那些反賞朋友都說 在企業的示範單位 看到很多夜多歲的那些 其實很多都是這樣 就是夜多歲 來香港 符屁 符屁 然後符屁 因為父母 坐在旁邊 幫他們付錢 那科技人才計劃 就比較少 少一些 當然第三批 就是最新的高財通 這個 建政府說 八個禮拜 申請已經過萬了 其實都差不多 我這個數據就 這個是2月8日 那時候 勞福局說的 現在都差不多 整個月 其實那時候 是一個月的data 第一個月的data 已經7400多了 現在已經過萬了 因為 如果是ABC類 如果是A類 B類的話 其實多多益善 你說現在大約兩個月 已經差不多過萬 還有你見過的approval rate 是比較高的 差不多去到八成幾 因為你總之 你有一百強大學 國內大約 應該有九間大學 你在那些畢業的話 其實就可以來到香港 當然 他們來到香港的話 人工就不少了 A類那些 平身二百五十萬 平身二百五十萬 我看說 申請佔六分一 整體的 有啊 差不多 七千多佔 佔六分一左右 現在 B類那些 其實都在名牌大學 做了 你見到是 三至五年 五至十年左右 你說如果他在名牌大學 做得 譬如十年八年的事 再下來香港 人工一定不是一兩萬 兩三萬那些 那些 這批人呢 其實也都大部分 可以買到樓的 總括了剛才那堆的話 其實有資格買樓 他還未買 其實數量都在說 三十萬或者以上 你知道 譬如我剛才一開始 很多現在的新盤 過去weekend 譬如屯門那些 其實都板板聲去火 都很緊要 那我們就create了一個 好像說高空性需求很厲害 其實Eddie 以你了解 或者和發展商 或者agent那麼熟 我們香港人的比例 其實是否比較少 我們分開的話 其實就 因為 剛才這八六萬人 他都是香港人 他們的廣東話是很流利 分不到的 因為他可能已經在香港住了七年 尤其是 通常呢 你三十多四十歲的 還有些音 譬如如果 譬如他夜幾歲 他在香港讀完四年大學 其實你聽他說話已經聽不到 以前的發展商會公佈 即是賣樓 他也不知道 內地人大概佔兩成 一成半 現在就比較難分 這些數字 你看他的身份證 其實你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但是你說多的話 我覺得現在 因為很有趣 國內這些人 他是喜歡賣一租樓 不喜歡賣二租樓 當然二租如果是底的話 他們都會賣 但是以一租為主 所以你說我客觀估計 譬如說兩三成一些新盤 怎麼都會有的 當然有部分的話 他們現在都開始看一些二租樓 各方面都有 因為至少香港住了那麼久 都熟了 那倒是 潛在剛性需求 我們看數字 就有圖有真相 大家可以自己去 再衝勁一下 或者想像一下 但是反過來 都仍然市面上 繼續有些風險因素 例如你買樓 一定要計算 你的息口 加息周期 其實現在不知如何 我正在供樓之前 一度去到 一個月HIGHBO 4厘 覺得很難捱 或者有些看不清 你的形勢 Eddie這一方面 你又覺得是怎樣 其實你說如果看加息的話 我估計今年 即是美國 應該都可能會再加多 譬如一次 兩次 左右就會停的了 主要就是Inflation 因為Inflation 現在還是比較高 但是李傳柱局 由於Inflation 是Year on year 這樣計算的 所以你去到大約 4、5月左右 因為去年的物價 是俄烏戰爭 3月左右 之後升了上去 所以如果你拿回 今年4、5月 比例去年 3、4月的油價 油價那樣也百多元 是的 所以你的Inflation 一定會跌下去 不是因為物價便宜了 而是升了 打橫行 甚至油價 下降了少了 所以Inflation 你說去到第二季的話 下降了4% 是非常之大機會的事 那麼香港 可以 美國不加息 停了 那麼香港 當然就 不會再打了 所以現在這個 加息的壓力 去年大家都會比較害怕 但是現在你看到 明朗化 不是那麼害怕 說真的很大多加息 都是你說減就不會這麼快 可能去年中至年底才減 那你可否看到 會真的有衰退 而有減息的可能 現在是這樣想的 故事 我不會 我想太不了解 美國政府了 如果美國的話 它不是看經濟衰退 那些永遠都是第二、第三分數 我都是看政治 在大選 對 你說正常的話 看過去這麼多年的話 它什麼時候會減息呢 在這樣的情況 我猜是明年 大選前半年 因為 譬如共和黨要再選到的 它起碼都要好一點 經濟 做回地盤數 如果我今年減了 我明年都沒有子彈 所以它很大的機會 應該就是可能 明年年頭至年终 開始慢慢減息 令到氣氛好些 那些人會開心些 那它贏的機會就大些 所以我猜年中度 希望 真的按你的部分去行 大家的樓市下跌的風險 就不是很大 但是 估讀它 是不是還會加息 加多幾次 但是其實 很多人都會 很資深的投資者 都會跟我說 其實香港不害怕 因為很多人都攻斷了 你升到多少厘 五、六、七厘 其實有很大部分持貨能力 很強的人在 所以不要害怕 那些樓市會崩潰 息下跌 這樣 那是不是真的 其實敏心的話 是的 我自己都是 是的 因為你始終 我自己這樣一年多 那些樓市都早買 十年 或是之前 其實都供了七八八 沽了買不回來 但是問題就是 令到我供樓的壓力就沒有了 可能 例如 那樓市都欠缺 可能一成兩成 甚至更少 如果我們看這幅圖 現在跟二十多年前 分別就會很大 如果在大約2001年 即二十多年前 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人 是有按揭 未供完 所以加息 或是減息 壓力就會比較大 甚至有些人 當時 一個人買兩棟 三棟 所以你見到 九七之後 SARS的時候 很多爆煲 因為它供不起 但如果你看到 一直一直這樣跌 例如 六年的時候 只剩下四十幾 好 接著到2021 現在的話 只有33%的人 是有按揭的 基本上 六成幾的樓都沒有按揭的 所以 你叫那些人 包括我 我要劈價出來買 我沒有什麼壓力 即是 我的樓也沒有按揭 即是你去年都沒有想過 很壞的時候 你都沒有想過 沒有 除非你有壓力 當然 如果調轉 我有幾棟樓 然後每棟樓都要供 又加息 每個月自己收入又減少 然後股票輸到非 要補倉 即是世界會日這樣的話 不行了 真的要錢了 那就要顧樓 但是你說如果 譬如有十棟樓 全部九棟都沒有按揭 或者欠一成兩成的話 就等下先 所以你以為 如果一看的話 不然更加重要 就是什麼人拿著樓 通常如果 譬如你說經濟不好的時候 那當然是一些 大工仔 三十多歲 孩子又要讀割就效 又要補習 自己人工 生意又不好 又減少 那你好的時候 因為這個時候 那些人真是 忍痛要賣樓 但是你看現在 大致上 香港的物業 其實 很不平均分布 全部好像 我們那些老人家 如果50至59歲的話 其實有24.7% 60歲以上 應該都 不退休都差不多 是的 都住到這麼老了 其實是40幾個% 所以在那些50多歲以上的人 維持香港的物業 是佔了七成多的 當然像我那些這樣 都退休了 一半時間我都有時間 去加拿大玩 沒有什麼財政策壓力 要逼我 要劈價 要去賣樓 那這班人 50歲以上 應該說 大部分都已經是 沒有按揭更新 沒有的 可能都 都可能供了 譬如我自己的樓 都供了十幾年 就算有的 就有它 可能欠幾年 欠少少 一成兩成 所以看回 其實如果60歲以上的話 86% 它已經是供掉了房子 基本上 如果真的 中央的按揭 其實只有十幾個% 那你說有沒有壓力 我覺得就應該 他們沒有壓力 還有如果你幻想他們想 即是 劈價這樣賣給你的話 更加沒有可能 可能就慢慢化夢了 不過這段時間 過去幾年 譬如19年之後 當然有些話題 就說很多人移民 很多人走 這個也是你去年 看市場比較淡的 其中一個重大原因 就是很多人會 沽樓走 又或者其他 而實際數字上 其實我們都看到 譬如挺害怕的 看完香港的人口數字 你看到那些 證儀出去年 也有六萬人 如果三年加上二十萬 是的 十幾萬 然後跟你看那些 糧文症 去年全年 其實增幅差不多40% 那你都會想像到 就真的有人會走了 那怕不怕 人口結構 或者有錢的人 其實他們真的會走了 譬如長遠一點的 香港樓市的健康性會有影響 可以分兩邊去看 你說如果 譬如走的話 大約三年有出有入 其實你看到這個數字 就是人口少了十四萬多 但是還有那些 就是國內人 每年有幾萬人來香港 所以 總共 你走出去 移民到香港人 我保守估計都有二十幾萬 當然你說對於經濟 整個香港的 就業市場發展 其實真的 都有點擔心 但是對於樓市 就完全不同的看法 譬如你看一幅圖 什麼人走得最多 就是二十至二十九歲 差不多佔 這裡總共減了十四萬多 二十至二十九 減了十二萬多 而第二批走得多 就是三十至三十九歲 但是我記得我之前看過一幅圖 二十至二十九歲 其實 不是那麼多人買樓 就是 除非父母賣給他 除非父母賣給他 如果他父母賣給他 我想他家裡的身家都不少 而他也不是太偏旺 有個逼切性 叫做沽樓 逼切性 是的 而且他沽樓走 也不是他自己決定 他父母決定 他給錢 所以你說這群人的話 大部份的牙區 不是維持這麼多樓 而維持的 剛才我們看過 都是六十至六十九歲 反而那些人是多了 因為有些 可能 他可能之前兩三年 去了加拿大住 或者去了蓋住 有宜程 不如回去香港那裡 先住一住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說移民是對經濟 對整個香港的大環境 是真的有負面的 無端端不見了二十幾萬 還是那些最精英的青年 不見了 因為很多都有大學畢業 那些都有 但是你說對個樓市 始終他們又不是很遠的樓 而你拿著那些樓 沒有走到 還多了人 所以你說因為這個 我都試過問他很多 有沒有一些移民劈價盤 這個就真的沒有 完全找不到 報紙是有說的 不過你不知道是否真的 一百間又一間 就拿那些來寫頭 所以令到大家都會比較擔心 那時候 但是你剛剛提到一件事 就是住宅市場 就要分開 但是如果你說經濟 接下來可能有些問題 又或者有些信心的問題 那其實就證明香港的物業市場 就算升 其實可能比較集中在住宅 那裏比較平穩向上 但是其他領域 就值得擔心 例如街鋪 其實我見到很多人來消費 但是很多都吉鋪依然存在 然後寫字樓的空置率又很高 所以如果在投資的角度上 其實我們就要分開 其實也是的 因為我們預計 未來的三至五年 你說香港的經濟 會不會很快地灰奴上去 難的 第二點 你說去到寫字樓 那麽多人除了跟經濟有關之外 那你都要看一下外資 因為香港的公司 是這麽多 不會無緣無故多了幾成公司 那麽你看外國的公司 或者中國的公司 如果你說在五年前左右 多少中資公司 他們真的很有興趣 在香港 要大力發展 甚至給市價貴幾成 都要搶 都要搶一些 做branding 都要寫字樓 但現在真的沒有了 因為外國的公司 其實 可能中美關係 真的拉遠了少少 那你變成一個經濟去看的話 中國自己要走它的內循環 就不同之間了 之前你要做世界工廠的時候 你一定要將中國 經濟去香港 然後去到外國 所以你在香港設一個辦公司 就會有一個 真是 international 的 purpose 但是現在你 拉遠了的時候 你要內循環 甚至你的循環 你是兜去一帶一路 兜去譬如中東 民心 你幾可有見 在中環裏面有中東公司 我都不太見 大家明白 還有要做的話 你自己上去北京 你自己去跟中東談 香港的角色 你不需要經 所以變了 他要在香港設一個辦公司 要完成內循環的經濟模式的話 其實就好像未必需要的 還有疫情之後 你見到很多大型公司 其實他們是縮了 縮了很多 對 很多人 不如你work from home 或者現在四天工作 個人那些 其實我的樓面不需要那麼大 和那麼漂亮 這些都可能會出現了 結構性的轉變 都挺大的 如果你看圖圖的空置率 真的看到 心都涼了涼了 歷史上都接到樓市三年 沒見過 沒有見過這麼高 就算你看的Grey office 在中環 例如 The center 國家差不多 砍了一半 2018年 2019年的時候 60、70、80 一呎 現在是3、40 因為空置率 其實今年 我初估計12 其實 後來得出的數字 是去到14.7% 見頂了嗎 沒見頂了 因為 明年還有很多供應 你說這些空置率 其實它散佈在不同的地方 也有 譬如在中環 金中那些 都說的是1、2% 你說九龍東的話 說的是20多個% 都已經升到去 當然 這個是整個香港的情況 所以 大家都要有個心理準備 就算在投資的角度 例如你說 跌了一成的住宅 Eddie就會衝進去 但跌了一半的 這些相關的 寫字樓 工商鋪等等的投資 Eddie應該都不會跌 都難的 因為如果你看回寫字樓的供應量的話 今年都有 幾多的寫字樓 譬如在中環都有幾棟 所以 預期 但是 今年的吸納量 我估計會是負的 有機會是 因為你看現在 就算通關 不是那麼多公司來香港 所以 如果純粹 將那些新興建的office 融入在石油數計的話 寫字樓的空置率 有機會會去到16-18% 你說這麼高的情況之下 你想價值升 祝你好運 好了 今天非常清楚 和大家有一個overview 看看Eddie 對於最新香港市場的看法 希望幫到大家 如果有劈價盤的話 Facebook 通知我可以 有劈價盤通知我 通知我 通知我 一起看樓 好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謝謝Eddie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